今天這個火藥味有點重,你們要說明一下好不好 下面請童慧珊委員發言 好,請詹主委 請主委,謝謝 委員好 主委你今天找的壓力有點大 我們一定會全力來回副委員的問題,謝謝 主委,台灣的NCC其實是仿照美國的FCC 聯邦通訊委員會成立的 但是在美國,我從來沒有看過 就連川普在選舉的時候 我都沒有看過川普針對 抨擊他最厲害的紐約時報 有任何的這個 這麼嚴格的這種言辭的這種訓練 或者是任何這個 任何單位來這樣騙人 所以我今天其實一路聽來 對你還稍稍有點同情 不過我是覺得台灣呢 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國家 每次在選舉過後都有這些氛圍出現 都有這些 那我就要請教這個詹主委 我一直肯定 NCC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不管當然選舉過程當中 民進黨的人當然遭受很多的假新聞 但是國民黨也遭受很多假新聞啊 就像上一次這個 我們的高雄市長韓國瑜 也受到很多的這個假新聞 我就想請問詹主委 如果將來你在面臨這個狀況之下 會不會有半藍不半綠的這樣情況 或者是影響你獨立判斷的 像今天這麼多的這樣的質詢 總統行政院長都對你大家抨擊 對你的影響大不大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剛剛幾位委員的質詢 包括剛剛有提到的可能 首長或者說外界的聲音 這個一定都必須要聽到 因為獨立機關並不是孤立的 而且也是行政職能的落實 所以這個部分無論如何 這個一定是必須要去 聽到各界的聲音 同時要去看我們自己的法規 法定的執長有沒有落實 我想這個一定要先建立 這個不會說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而故意不去聽 或者說有所偏頗 所以無論如何這些聲音 都必須要是我們在 執行我們業務的時候 一定要去聽見的 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就是 有關於剛剛委員提到就是這個 辦藍不辦綠 這個NCC在處理相關的案件 如何去加速行政的程序跟有效性 目的是為了什麼 目的是為了要提振媒體的公信力 我剛剛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 當然因為第四權的關係 所以會有一些制度的配套 也就是說 針對媒體的報告 我講的是廣電的媒體 廣電媒體的報告 它不會說今天有個報導 明天就開一張罰單出去 這不會是這樣 但是也不容 也不容廣電的媒體 在它自己本身的這個自律規範 都寫得這麼清楚的情況之下 而完全不根據它的規範去做 所以NCC要看的是什麼 要看說它這個自律規範有沒有去落實 然後有沒有進到真實查證的義務 這些東西是NCC本來就應該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明白了 目的是下去提振媒體的公信力 接下來我知道會有很多很多人 你還有很多機會去說明你的這個理念 我接下來講針對我今天要這個 我們今天有意見的 我最近聽說很多人 大陸的這個OTT的業者 騰訊 他這個視頻很快 五月地就要到台灣來了 那目前為止 如果台灣的媒體 跟台灣的OTT業者其實都很關心 因為到現在他們都不知道 如果競爭方面這個有落差的話 我們不知道這個當時 我如果沒有記錯 比如說2016年有一個愛奇藝也是申請 但是被我們投審會拒絕 就丟回去 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這樣不來 他們後來就成立了一個代理商 叫愛奇藝叫ODD代理商 來幫助他們落地 事實上他們現在也在台灣 也有很多人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經銷宣傳 甚至他請了上百人這個公司很大 所以我就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人擔心 朗訊就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個騰訊 騰訊視頻是不是就沿愛奇藝的模式 下降臺灣來 那麼主委對於這樣的訊息 有沒有掌握到 而且是不是像外傳的這樣子 如果他們利用這個灰色地帶的這個法規 要落地台灣 對於我們本土的影視業者 他們都很關心啊 這個衝擊很大 那麼 將來像騰訊 像優酷 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用這樣的方式來到台灣 NCC請問有沒有遇你你的對策 好 跟委員報告 這個議題是這樣 NCC跟文化部一起共同 我們有一個OTT產業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其實就是跟OTT的協會 相關的業者 還有衛星公會 還有甚至相關的執法機關 因為OTT業者所面臨到的 除了產業的發展 還有一些侵權啊等等各方面 甚至智慧局一起 所以在這邊我們持續都有在看這件事情 委員關心的議題會分成兩個層次 一個是OTT 影視因OTT這種提供服務的模式 他的這種適度的適當的監禮的方式是什麼 那這個方式就是說 以國際來看的話 這一類的業務 他其實不是用發造的方式 可是他是以可以去 比如說要求他做這個內容 也要有本土自治的比例啊等等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我們跟文化部 我們都會來做這個事 可是另外一個議題就在於說 特定的OTT 他是不是會影響到國家的安全 或者說影響到其他的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剛好 其實我們例行性的會議在上個禮拜 就是有OTT剛剛講的那個交流協會 第10次的會議 那我們也聽業者的聲音 那業者其實就有提到 就是說 除了一般性的這個他們會 比如說跟Netflix或者是這些合作之外 針對特定的OTT 他可能會因為這些相關內容的播送 而導致引發國安的疑慮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國安的單位會有相關的討論 可是重點在於說 一旦確定是跟國安或什麼有關 那他繞個道他怎麼來 那如果說確定是跟國安單位有 議題是有關聯的 他必須要被適度的禁止的話 那這個部分可以有其他的方式 我也可以在這邊公開的說 公開的方式就是說 可能他跟他 因為他傳輸他必須要有品質嘛 他不能 他不能有LAG 不能卡卡然後不能看不清楚 那這個部分如果一旦確定 某些特定的OTT 他即使不讓他落地 但是他有關的議題 那這個時候他透過代理商 我們就透過ISP 或透過其他方式去處理 這個是技術上可以去處理 或許他還是可以看見 可是他不會有這個品質 但是這個東西就需要有一個 特定的這個認定 那我想我們有 這個等到確認之後就會 其實既然主委都講到這個國安問題 其實大家也很關係 只要講到國安問題我想 中華民國所有的民眾通通都會支持你啦 對不對就是 對於這種有國安問題的 我們都會仔細考慮 只是在於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進來台灣以後 對於台灣本土業者 影視業這個OTT的這些業者 我不知道主委有沒有想過 跟文化部有合作這樣子 怎麼樣扶持這個產業 不然我們永遠 或者是你有一個變通的方式 怎麼樣讓那些 因為現在他們進來 你看我們沒有法規可以管 也沒有稅收可以收 其實雙輸 有沒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在 國安疑慮的考慮之下 然後又要 考慮到我們自己的OTT的業者 怎麼樣讓他們能夠扶持他們 就慢慢有機會上來 而不是說 一味的在這個產業上 我們台灣就淪於挨打的這個情況 委員提到的這個就是 我們一開始跟文化部一起成立 這個OTT產業發展平台的最主要的目的 那剛剛除了講說 這個 因為 因為 OTT它是一個跨境傳輸 那 重點還是在於說 你有什麼好的內容 可以吸引觀眾來看 所以 針對OTT產業怎麼去扶植 甚至文化部跟我們一起討論 有沒有國家隊 或者等等這樣的一個需求 而且 文化部在補助的事項裡頭 也已經擴及到這種 行動通訊載具上面的各種不同的內容 也不是傳統的電影跟傳統的電視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 在產業發展面來說 是有一些相關的配套 那至於說 跟跨境的OTT怎麼樣去合中聯合 怎麼樣去合作 這個我們也會 邀請這些相關的業者 一起共同來討論 這個持續 已經到第十次會 都有一直往前再推 那至於說 特定的OTT的業者 隱私醫的OTT的業者 它 它是不是有 會造成剛剛講的 國安的疑慮 或其他治安的疑慮 那這個部分又另外專案再來討論 所以大概會是這樣的一個模式來處理這個事情 再請教一下 台灣的這個5G建設 其實一直看來都是落後全世界 到目前為止 我想請問主委 主委你有聽過GANA這個單位嗎 這個研究調查機構 他對我們的評估你知道嗎 其實各方的很多研究機構的調查報告 包括才剛舉行完畢的這個MWC 其實有很多相關的報告 我想 我要不要先說您想要了解的問題 我再一併的回覆 我是希望知道說 因為我們現在要考慮說 大家現在這個全世界都 開始像歐洲都禁用華為設備嘛對不對 那我們5G又要考慮到 不用這個要擴大禁用錄製的這個電信設備 然後我們又 這個我們自己的5G呢 進程又一直在延後 我想說有沒有這樣對應的策略 NCC有沒有想到怎麼樣來彌補中間的落差 我跟委員報告 台灣的5G的試照跟目前的規劃 其實並沒有 並不是所謂的落後於世界 所以我想 因為當然有蠻多國家 比如說南韓或什麼 他喊出來說 是沒有錯 可是 兩個禮拜前又有一個新聞 因為他雖然試照 可是他建設來不及 所以他必須要延後 我要跟委員報告 NCC台灣的試照 平譜的規劃 再經過整備 以及SRB的會議 以及行政院 馬上就要確定公告 台灣的平譜的規劃表 台灣的試照絕對不會落後 然後請主委到時候給我一個詳細的作文 我今天的時間真的很有限 我現在還要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主委你也認為NCC是個獨立機關 對嗎 我們在通訊傳播基本法上面 是獨立行政權 但是我剛剛有強調 絕對不是孤立的 因為這裡面有牽涉到很多行政 行政上相關的協力跟合作 在個案的財組上我們獨立審議 但是在很多行政的推動上面 必須要是跟很多部會要協力 那主委你覺得總統跟行政院長 這兩天對你的這樣的批評 有沒有干預到你啊 我們其實看的是說 我們自己有沒有 這些都必須要聽 這些一定都是要聽嘛 而且一定也是要了解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真正依照通訊傳播基本法 以及組織法 來依法來執行我們的任務 所以這個部分是 我們無論如何 一定是要來做這個 進一步的來繼續去強化我們的職能 這個是應該要做的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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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